食物的選擇 食物的選擇 对图东西分裂过程非常重要 需要经过医疗师并过之后 再跟营养师做会去感情 什么食物更适合欢迎来吃 以下介绍常看到的食物的選擇 教应大家做参考 第一 液体水水各各浓度的介绍 液体如果是越清 它流的速度就越近 若是说越高 它流的速度就越慢 也教到凡家的需求爱丢精浪度 以下有四种液体 要跟您说什么是较高 什么是较清的液体 第一 水水清清的是容易 清潮饮料 冚水 乳涼 这都是涉及的水水清清的液体 第二 有较高一色的花蜜状 清潮甘较特质 米苓 这都是熟地的花蜜状的液体 第三 有较高的蜂蜜状 清潮水各给它加作果泥 香蜜 这是有更好的布丁状 清潮布丁 又清潮是优格同样 这就是布丁状的液体 食物各各可可的介绍 第一 专流的食物 我们的食物给它加作果泥来喝 清潮国众的食物 给它切好油 煮好食 烤检浆之后 再用高接鸡 加好米 加好油来喝 这就是专流的食物 第二 中流的食物 中流的食物就是在专流与半流之间 加专流的食物 放在的高接鸡来里加加两个 这就是中流的食物 第三 专流的食物 加食物 豆腐脆 加好油 再加点汤汁 阿湿 麦 油味 加这些食物 煮煮的 面包就能吃的东西 就叫做专流食物 第四 软是食物 清潮一般软的食物 清潮外 食物的量 刚开始每一嘴对酒量吃起 对酒吃得多 清潮说三分之一的汤汁 到一汤汁 若是没吃到 就在吃到整个每一嘴吃的量 以安全为完结 注意的事项 第一 吃东西时尽量要坐给吃 才吃东西 第二 饭后要坐着 只要超过三十分钟之后 才可以倒下来 第三 嘴里没补东西之后 才可以吃后一嘴 第四 吃的速度尽量放给我们 不仅仅 第五 如果吃的时候 发生咖嚼 谁会有变化 如果有东西 鸟鸟 鸟鸟 就要趕快停止吃东西 那就是吃东西 而且要用辣咖嚼 尽量把东西掃出来 第六 如果要吃布丁状的食物 就要看清风 那就是照意 好另外的知识 一定要吃到 没有一粒一粒 定定的食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